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仁輝 歡迎收看股市未來學大副條款 就是三年後再說 當然不管立法院需要 怎麼樣的一個流程 一個過程 其實行政官員已經浪費了 我們將近兩年的這個行政的資源 然後把老百姓 把這個股民 投資人 耍得團團賺 這些事情其實有很多政策 你可以去看新加坡 可以看以色列 連以色列你都可以參考 還有一個南韓 所以何必在那邊自己閉門造居呢 早知如此 你又何必當初 這些行政官員難怪會讓老百姓覺得唾棄 所以要改 不管任何人在任何位置 都要想辦法站在什麼樣的立場去做思考 那大副條款其實我講過了 我這兩天連續跟大家提醒 大副條款費與不費 你都要做調整 這個地方會比我10天前預告的還要弱 因為它昨天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它昨天沒有收過9023這個缺口 所以它會比原先10天前預告的8950這個位置 還要更低一點 那所以你要做調整 不是只有進股票 不是只有每天買股票而已 可是散戶投資朋友想法很簡單 散戶連續買了9天喔 我是不好想每天寫 我寫了散戶近1天2天3天4天 寫到第4天我懶得再寫了 怕影響到你的想法 反正你有你的想法 散戶連續近了9天到昨天為止 散戶連續近了9天 那近了什麼東西呢 如果你一直採取的是跌升反彈的個股 它不是一個趨勢喔 各位要特別留意 本土的資金今天進太陽能LED 那麼太陽能跟LED呢 它就是標準的 有一些個股很標準的 跌升反彈它不是一個趨勢 你說晶電它今天很強 可是晶電接下來的位置 請大家注意 股價的位置指標的位置 你自己要看的 這很簡單 你幾秒鐘可以看到的東西 你自己要先留意到 不要說我事先沒有講 一光你最好2、3塊錢 就可以定輸贏了 你不要再等到說漲多少跌多少 這檔股票的位置 2塊錢到3塊錢當中 這3塊錢 這3塊錢你就可以決定 你會贏還是會輸了 各位我這樣講 其實你如果聽不清楚 你再看一遍 你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我的節目 所以不管是晶電逸光 今天漲了LED 像剛才談到了逸光 3塊錢就已經決定 你這一筆交易 是會賺錢還是會賠錢 你不用一直看一直看 一直等一直等 那太陽能呢 太陽能是最標準的 本土資金的一個作品 太陽能從頭到尾都不是外資 太陽能從中美金的這兩個高點 62塊這兩個高點 是投信創造出來的 投信買在最高點 投信買在最高點 好 這個你上個月也看過 不是去年 是上個月 上個月講完 好 中美金 那本土做出的高點 中美金算是太陽能裡面 比較強勢的喔 各位可以自己去看 太陽能是整個 整個太陽能族群當中 中美金在裡面是比較強勢的 可是再強勢這裡的壓力 我連畫了兩道壓力 壓力要靠成交量時間或基本面 然後這個都是本土你看 又是投信 投信都是本土 跟之前這兩個高點 62塊這兩個高點 跌到42塊 這個高點都是一樣 指標的位置要注意 茂迪也是標準的本土代表 茂迪在62塊 63塊這個地方 你一樣 你前幾個禮拜才剛看過 為什麼第一波的茂迪 這個地方融資沒出 然後第二波再拉上來一次 再上來一次他拼命出 這是本土主力的代表 茂迪從63塊 63塊在哪裡 63塊在這裡 63塊就這裡 從63塊一路到31塊 也許你現在在做跌升反彈 我再提醒大家 它不是一個向上的趨勢 它這整個趨勢都沒有反轉 那你只是說去想像 投資人很喜歡想像 我31塊買 我35塊買 也許它會漲回到45塊 也許會漲到55塊 說不定啊 不一定啊 你跟很多人一樣 老師跟我講不一定 你每次都跟我講不一定 那你的不一定 那你又是用什麼去做根據 你的不一定是用什麼做根據 至少我是有所根據跟他講 這個不是趨勢 這個是向下的趨勢 你的眼睛看得出來吧 你在63塊這個地方 也許你看不出來 因為沒有人跟你講 可是我提醒你 這是大戶的行為 本土主力的代表 為什麼融資這裡開始出 融資很少出在高點的 可是這個融資是誰 這個融資是誰 然後投信為什麼買在高點 讓融資去出 好 然後下來以後 你才開始幻想 所以不要去做這種無謂的幻想 我教給你各位的方法 我給各位的方法裡面 都是你可以去運用的 你是可以實際的 逐夢踏實一步一腳印的 你是可以去實踐的一些方法 所以方法很重要 不是憑空去想像 剛才談到的是LED太陽能 今天最熱門的 盤面當中最強勢的族群 可是他們都是 跌深反彈的結構比較多 那也有跟大盤不一樣的個股 那也有跟大盤不一樣的個股 你說這些個股 前幾天好像很強 陽明光 第56.8最高 56.8最高 然後為什麼不上去了 你說買在這裡沒關係 沒有多少 可是你差這3塊錢 也是不太舒服 可是你在3塊錢之前 你要買之前 我在節目當中有提醒你 這種壓力它需要 成交量時間或者是基本面 基本面是最後 可是當它來到56.5的時候 你給它買下去 你剛好就短套 56.5藍色的虛線藍色的字 它剛好穿過56.5 然後你剛好就套牢 3塊錢而已 連這種最基本的最短線的價位 都有我很關心你 我很注意的在幫你注意 一個精密價位的執行 這是我們現在節目當中 未來報告的重點 然後你再看下去 很多個股 投資朋友 你會認為說它很好 沒有錯 它不錯啦 它確實 這兩年 它的體質改變得完全改變 好 那你就往上賣 這不是紅字往上賣嗎 往上賣 對不對 往上賣 融資 這融資 融資 然後往下買 往上賣 往下買 你用融資往上賣 往下買 可是你越買 你的融資越買 它的成家量是越買越小 怎麼會越買成家量越買越小 這種股票沒有量會上去嗎 沒有量它頂多不跌 但是你說要做一個突破性的攻擊 在這種類型大型的個股裡面 沒有量你說它會漲嗎 可是為什麼你融資一直買 它的量就一直越買越小 這個不是很 可以一眼就看穿的東西嗎 可以一眼就看出來的 只是你有沒有時間 你有沒有去注意到 然後有沒有人提醒你而已 我們再來看一個比較難的 以下談到日常個股 它就真的有點難喔 難在什麼地方 難在你已經 如果你的思維 你的方法停留在20年前 停留在10幾年前 停留在5、6年前就好 那你現在已經完全沒有辦法 去應對盤面當中 這些主力大戶的行為的改變 以後我不講主力行為 因為主力行為講在節目當中 很多人聽了有點刺耳 那一般的觀眾朋友 聽起來不太舒服 什麼主力 市場真的有主力嗎 好 我們改一個想法 叫做大戶行為 這個是標準的大戶行為 剛才你看到的6244的茂迪 在62塊 63塊的時候 類似啦 只是它的手法不一樣 短線上的技術面 它剛好就差一毛錢 沒收過去 就差一毛錢 差一檔啦 差一檔 好 那剛開始 這個地方融資先買 這裡融資先買 誰讓融資買 投信外資先讓融資 這個籌碼丟出來 融資接走 然後融資就開始買 融資開始買 我說過了 大戶的行為它會往上買 只有賞戶會往下買 賞戶是往下買 然後融資就開始買 大戶是往上買 那往上買 所以這是大戶買的 那大戶買的 誰出給它的 它 然後你現在看最近 外資出給投信進 外資出投信進 然後融資繼續進 好 結論 這檔股票什麼時候要小心 融資開始出的時候 它會結束這一段 這一段什麼時候結束 融資開始出的時候 跟剛才看到的茂迪 在62塊63塊的時候 是一樣的 這樣子複雜的一個阻力行為 你就沒有辦法判斷了 它就變得很難了 那很難還是要會 你說不會 至少由我提醒你 那你說要怎麼樣會 很簡單嘛 我每天都會講 你愛聽 你就盡量參考 會員專屬的分析附錄 會員專屬的分析附錄裡面 有很多我在電視當中 我不敢講的 我不能講的 我也不可以講的 會放在 我們會員專屬的分析附錄當中 可是這個卻是 你在股票市場需要的 你連你對手 你這個市場上 你跟誰在play 這個市場上的對手 你都不了解他 你說要賺大錢 不是原木求雨嗎 不是憑空想像嗎 所以這些工作 包括我坐在這裡跟大家報告 我還是嚴著 秉持著 一年多以前 這幾年來 這麼多年來 我跟大家做了一個promise 傳承 傳承 我要把這些 你過去你所沒有注意到 你不會的 該傳承 你該知道的 你該了解的 我要傳承給你 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善意 你要好好去利用 下半段我們繼續談 節目的重點 怎麼樣去做價位的設計 中線的位置 價位的設計 我們兩分鐘後再回來 待會見 誰說了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是HAPPY達仁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市盤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飯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校長紅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文明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負責 為了您新負責難允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迷思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校長紅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文明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哇 哇 哇 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大池摩天輪館 冬日購物節 挑戰全年最底價 精品家具一次都能買齊 很大很好逛 快到大都會國際家具館 參加冬日購物節 交通很方便哦 大家好 歡迎回到股市 回來學 我向大家看兩則 趨勢上的一個想法 這個比盤面當中很多 有時候更重要 第一個 馬總統說台灣的生技具有優勢 我要請馬總統去問一下 你在美國的那些同學 這個生技業產業其實是美國最強嘛 歐美最強 美國尤其強 你很多藥證的一個取得都要經過美國 那所以你說到底台灣的生技的優勢在哪裡 你也沒講 可是回想台灣的產業 30年前自協 是因為歐美的品牌 歐美的市場 20年前的電子產業 也是因為歐美的品牌 歐美的市場 所以台灣都一直在做代工 那到底生技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品牌 你有沒有市場 你有沒有藥證這個取得的一個 這個合法的一個權利 都沒有啦 所以其實到底那個腦袋 你講台灣的優勢 你不要 又是用政治在思考 我覺得我們的執政黨現在有一點 你勇敢的講出你的想法 就像我 勇敢講出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很簡單 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不是生技是台灣的優勢 一帶一路是什麼 我們帶投資朋友很快的看過一遍 一帶一路其實就是 絲綢之路經濟帶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就是要貫通歐亞 然後連結東西 這個一帶一路 現在整個亞洲地區 由中國大陸 他在引導的一個叫做亞盟 只是他不敢講 他不敢講叫做亞盟 他不敢講人民幣以後叫做亞元 可是他要做的 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動作都告訴我 他有這個野心 他要去做亞洲的盟主 那所以兩岸的事情 以後就變成小事情了 你把它看得很大 可是在對岸來講 兩岸小事情嘛 小事情所以我對你好沒有關係 我給你再多再多的善意 尤其未來兩年都沒有關係 各位你就自己去看下去 對岸的政策很清楚 兩岸的關係已經不是他的重點 因為他現在他大了 他已經長 他已經很強 他已經強大了 不要說很強大 他至少比台灣強一些些了 我們這樣講比較客觀嘛 所以他有他的想法 亞洲盟主 亞盟 歐盟 亞盟 美洲 這幾個地區 所以他對旁邊的人都很好 我對你很好 對你很好 對台灣沒有問題 什麼都沒問題 沒問題 對台灣的善意會越來越多 那投資朋友怎麼去利用 台灣的政府怎麼去利用 這個很重要 不然你再過五年十年 真的 你再沒有跟上去那個腳步 那就沒有人理你了 真的沒有人理我們了 所以我們再看喔 回到盤面來說 明天是台子旗結算之後的第一天 外資的策略我直接跟大家報告 外資在這個地方做空方 這裡做多方 空方多方剛好鎖起來 這個叫區間策略 這邊布空這邊布多 把整個區間鎖住 然後還要做什麼 要去放假 所以這個區間策略 他在明天打下來之後 他就開始布多 布多去進行他放假之前的 區間的策略去避險 好 大戶條款不管如何 好 反正就是三年後再說 個股明天開始仍然是一邊一國 哪一邊哪一國 強的還是強 弱的還是弱 這些股票今天都不強 好 我只是舉兩個例子 2368的金像電 本來我們就是在等一個位置 2368的金像電 本來就是在等一個位置 本來就是在等一個位置 時間啦 應該講時間啦 好 再等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在未來兩三天當中 你可以開始留意那個時間點 這檔股票是時間 它是一邊一國裡面的 比較強的那一邊 另外有一檔今天股票也不強 它今天其實這兩天都不強 可是你注意 你可以用三塊錢跟它訂輸贏 你可以去做一些價位上的想法 我等一下最後再補充 基本上 這些股票都不強的股票 我為什麼要拿出來講 它有一個時間 它有一個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現在在股票市場 怎麼樣去做一些價位上的設計 保存 這個地方我把它劃下來 劃下來當然經過這段時間 經過這段時間之後呢 這個紅色的框框在這裡 它其實嚴格講它有進來一點點 那進來以後其實它也沒有真正大漲特漲 但是至少你在這個地方買 你在這個地方買 你隨時都可以賣掉 你不會套牢 那為什麼一檔股票 經過大盤這樣的一個修正 你的股票竟然沒有套牢 是因為我幫你做了價位上的一個設計 所以你的股票經過這一段 到今天為止 你把它賣掉 OK啊把它賣掉 為什麼 因為它到今天為止 它還沒有收過39.45 所以你就把它賣掉吧 那至少你可以不用資金 卡在那個地方 這個是未來很重要很重要的啊 你如果沒有這些基本的想法 你說要賺快錢 賺快錢之前先想你準備多少 你準備多少 然後你短線價位上怎麼去做設計 怎麼樣去做規劃 所以這個是要做到的啊 然後很多中線的位置更重要啊 我用這一檔股票再帶下一檔股票 這個位置也是很重要啊 這是一個中線的位置啊 這個中線的位置 然後配合短線上的價位嘛 中線的位置你能不能看到 對價位 我們現在對價位 21.95塊 21.95塊 你有沒有一個價位上的想法 有沒有一個價位上的想法 21.95塊 好 價位上的想法 然後這21.95塊 在這個地方 一根兩根到昨天嘛 那這個精密價位的執行裡面 今天最高來到26.5塊 好 那它接下來呢 接下來你可以短線上 它如果沒有完成 我可以把它賣掉 這個中線完成的時候 我可以加碼 你可以進 可以加碼 可以賣出 中間看你怎麼去做一些 基本的中間的這個追蹤 價位上的一個追蹤設計 所以第一顆開始看到的位置 跟它漲上來的位置 跟它經過這兩根漲0.5塊 然後今天衝高整理 衝高整理的過程當中 它接下來這個位置更重要 我指的意思就是說 這檔股票你要認識 你可以找時間趕快去認識 那你如果不認識沒有關係 因為它接下來 我希望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整理 整理完之後 才有能力漲兩倍漲三倍 這裡你不能說它會漲兩倍漲三倍喔 你這樣講你就誤會我的意思喔 我的意思是說 你前天你怎麼這樣21塊9.5 你要先看到它 然後今天來到26塊半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在看 怎麼樣去佈局加碼點 所以還有機會啊 不會沒有機會 可是這個機會從什麼地方來的 你總是不能每次等我 或等你突然夢見 什麼股票會漲吧 所以這個股票是從很簡單的 它的基本面第三季的財報 本來就很好 第三季是在這裡789 這裡789 那這裡的營收本來就很好 那10 11也不錯更好 所以第四季也會很好 表示說第三季這個財報的空間 跟未來的空間 財報黑馬 這就叫財報黑馬 好 可是你錯過了第一個時間點 有很多人錯過了第一個時間點 我們看下一檔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你從這個地方 它第三季有一個財報的空間 那這檔股票一樣啊 2014是今年嘛 整年都跟過去不一樣 整年的營收跟過去都不一樣 那營收從第三季一樣 這個地方看 789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地方它也是有一個財報的空間啊 所以這檔股票 你又從這個角度 從一個基本面的角度 你又把它拿出來看了 它是做什麼的呢 好 它是做全世界最大的光電板 什麼叫光電板呢 光電板就是你所看到的 你現在電視上看到的螢幕 液晶電視的螢幕 你的面板 所有的面板叫光電 光電材料裡面的 印刷電路板 全世界最大 那全世界最大 不表示說它一定要漲啊 那你說到剛才你說 你看到的 這個營收的情況跟過去不一樣 也不表示說它一定要漲啊 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價位上的想法 第一次這個價位 它進來 它至少還有上去啊 那現在進來第二個價位 你可以用三塊錢跟它拚 接下來是不是有一個波段啊 這個就是基本的 這個就是基本 我現在要帶給各位投資朋友 你自己有時間做最好 你如果沒有時間做 你最好不要在股票市場 那你如果沒有時間做 你可以找我幫你一起做配合 怎麼樣去做配合 我甚至於會把這些想法 價位上設計的想法 中線的條件的位置 把我們剛才談到 節目中談到的裡面 你沒有時間去追蹤 沒有時間去follow的部分 放在你的電腦裡面 以後你在你的電腦裡面一按 你就會看到這些個股 怎麼樣去做一些價位上的設計 怎麼樣去找到 它中線的條件的個股 這些都是對各位有幫助的 希望大家善加利用 時間關係祝大家 明天投資順利 明天再會 拜拜 拜拜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去車 我不只有車 我還有司機 認真負責任 久後不開車 真 故事最真實的語言 傳 有價值的方法傳承 常 會員專屬績校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您準備好了嗎 為了您的福報 會有明星複雜難典的趨勢 心態一定要改變 改變才有機會 改變操作彼此 投資才會賺錢 讓您穩健獲利 這是我們的承諾 讓您安心操作 這是我們的保證 馬上接通電話 改變你投資的命運 02-8101-0600 請用五分鐘 它給我們安全與依賴 是我們最真實的語言 有價值的方法 傳承 有價值的方法 傳承 會員專屬績校常宏 現在您需要的是方法 傳承車線02-8101-0600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家裡的窗 它給我們安全與依賴 窗的傳承者 鵝排氣餅窗 29871111 最記得啊 先用記憑五分鐘 家裡的窗 它給我們安全與依賴 窗的傳承者 鵝排氣餅窗 29871111 深田藥妝高純度 玻尿膳面膜 深田藥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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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田藥妝